各位,政府公布未來5-10年減費時間表及措施 當局期望10年內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質量減少4成 又強調確建堆填區及蓋墳化爐是必須的 但未有交代蓋墳化爐的數目 環境局指堆填區飽和問題迫在未折 最新公布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交代減費時間表及措施 未來5-10年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質量 分別減2成和4成 到了2022年人均棄質量降至每天0.8公斤 而一個三人以上家庭為例 現在每天扔一袋垃圾 可能將來減至近半袋 政府又期望10年後的費物處理 回收的比例可以提高 而堆填的就大幅下降 並且要建建焚化爐 我們在回收的空間下 第一天半左右 就是透過轉塊匯能 這個所謂焚化爐的設施 這個基於差不多 大約3,000噸一天的容量 變成一個焚化爐 兩個焚化爐 我想不是問題所在 減廢計劃首先主要透過垃圾徵費 和一系列要市民自動自覺分類的措施 去到最後階段 垃圾焚化爐也可以啟用配合 包括台北市或南韓首爾 它們都是主要的一些工具 都是透過一個費物案量徵費 而設生產者站計劃 這些都不多不少 牽涉一些徵費的手段 可以減到幾成的垃圾生產量 至於有一天會否關閉其中一個堆填區 環境局就說 在所有先進的國家 堆填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現在三個堆填區的地點 最能夠平衡各方 亦對環境的污染最少 它又說廚餘處理是減廢的重要一環 未來計劃起至少兩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無線電視機者 陳家印報導